据国内媒体4月7日报道 随着乌克兰部下事件升温 西方加码制裁的政治压力增加 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国家则愈加进退两难 严重依赖俄能源的德国近一段时间在尝试破局 将目光投向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为此总部位于瑞士的欧洲光谱组建制造商 梅耶伯格首席执行官借题发挥 呼吁德国等欧洲国家加速推进能源战略转向 梅耶伯格公司首席执行官埃尔福特表示 鉴于中国在全球光伏市场的优势 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现在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移为平地 埃尔福特呼吁 欧洲国家需要将太阳能制造业带回欧洲 推动能源多样化和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据悉 梅耶伯格是一家欧洲光伏组建制造商 总部位于瑞士 纽约时报称 梅耶伯格是目前唯一一家 使用自产太阳能电池生产太阳能组建的欧洲公司 报道提到 在埃尔福特发表上述观点之际 德国为摆脱对俄能源依赖 正加速能源战略转向可再生能源 德国政府也正在为该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提供补贴 书记显示 德国三分之一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 一半以上的天然气供应依赖俄罗斯 自卢布一路走高后 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有效性遭到质疑 加之逐渐升温的乌克兰部下事件 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国家则愈加进退两难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4月6日表示 欧盟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采取措施 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甚至天然气 与此同时 包括埃尔福特在内的一些人担心 德国会从对俄能源依赖变成对华能源依赖 因为如今95%的太阳能电池和85%的太阳能组件是中国制造 报道称 最近十年间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 光伏行业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 上游式硅料 中游式硅片 电池片 逆变器以及玻璃等等 下游式组件和发电系统 央视新闻2021年援引数据称 据部完全统计 2010年至2020年 中国在全球多金硅生产领域中 占比从26%上升到82% 作为光伏组件生产大国 中国光伏产业具备硅料 硅片 电池片 组件全产业链制造绝对性规模优势 按照中国光伏协会的数据 2020年 中国光伏产业各环节 全球占比分别为 硅料67% 硅片97% 电池片79% 组件71% 去年7月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曹仁贤指出 近年来 中国光伏产业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基础 和产业配套优势快速发展 逐步取得了国际竞争优势并不断巩固 已经具备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